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 世界上的一个重大变局就是缅甸 缅甸军事政变 让全世界的政局 稍稍掀起了这么一池的春水 为什么是稍稍而不是说整个把它搅乱了 因为缅甸对于世界各国的利益 以及它的关键性并不怎么重要 这个是很现实的 既没有大家所需要的争议性资源 比如说石油或是什么稀土 如果它有这两个能源 开玩笑 你想政变 你得问其他国家同不同意是不是 他也没有关键的那种战略地位 所以真的要说缅甸的重要 在它与中国的关系 以及一带一路的关键位置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可以从例子来看 自古以来中国只要强大了 中国这个大中原地区只要强大了 无论是哪个朝代 只要中国强大了 缅甸就会兴盛 除了在清朝末年有征缅之战之外 基本上缅甸都是跟中国互一互存的 所以说在清朝覆灭之后 缅甸就进入了重大的混乱的时代 等到汪山术期之前 我们要先讲一下缅甸 它的一个历史结构 跟它的地缘关系 缅甸它在最晚 记得是最晚 在11000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 就已经有人在居住了 这是最晚 更早就不知道了 因为考古资料没有这么多 那缅甸位于哪里的 缅甸位于是中国中南半岛的西部 西北临着印度和孟加拉国 孟加拉是一个国家 它不是印度的一部分 孟加拉是一个国家 不要搞错了 东北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就是中国 东南去接了什么地方 泰国与辽国 它是东南亚国协的成员国 它的南边临着什么安达曼海 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 西南面临着孟加拉湾 它的一个西海岸有多长 有达到2832公里 它占整个国际线的什么1 2分之1长 所以他们总共的一个国土面积也不大 国土面积只有67.65万平方公里 它是世界上第几大国家 也没有说它太小 它是世界上第40大的国家 它是东南亚的第二大国 所以说在我们的台湾 或是在其他地方 觉得缅甸好像是一个从而小国 没有 它是东南亚第二大国 它的森林覆盖率达到它的国土面积的50% 人口多少 人口其实也不是非常多 只有5567万 在世界排名第25 它的首都在哪里 这里老师必须要讲一下 它的首都在什么 奈比多 奈比多是哪里 那缅甸只有一个城市的 它不是仰光 在2005年以前 缅甸的首都才是仰光 现在它叫做奈比多 这老师在做功课的时候才发现 这奈比多是什么地方 听都没有听过 居然是缅甸的首都 这是现状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缅甸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 它有的高森林覆盖率代表什么 代表它的土地很肥沃 你森林才能够覆盖 所以说它的粮食生产也非常的多 只是它的农业技术不是很好 农业技术不是很好 就以什么来讲呢 它的缅甸盛产稻米 所以它不需要进口粮食 就可以稳定公益民间的生活 但是它的稻米除了自公自足之外 它也卖出去海外外销 卖给谁呢 卖给非洲等地 为什么 因为那些地方对吃没有那么讲究 不是说吃没有讲究 是对稻米没有这么讲究 他们大概一公顿大概是多少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大概就是400块美金左右 是一个蛮低价的 如果说你换成台湾的稻米 或者其他地方比较好的稻米 那一公顿好像大概好像是大概1500块美金左右 所以它的价格是差的非常多 说它的农业科技并不是很好 种出来稻米 就是随便种随便涨 不要说什么精致农业的比较少 所以说它也代表是说它的民间生活无余 它可以在外销 所以说你要制裁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加上它有海岸线 它海岸线非常的狭长 所以说也代表它不缺乏什么 不缺乏海洋资源 你知道吗 它有捕鱼不是内陆国家 你没有海洋资源 它有海洋资源 它还有什么 可以通过这个港口来取得各个世界各地的货品 所以是说整体来说 缅甸除了政治跟种族的因素除外 它真的是可以称作是一个富饶的国家 从古至今都是 但是我们通常是比较认为它是比较贫穷的 但是没有钱不代表你吃不饱 你知道吗 人的贫穷跟富有 有时候我们擅自把它定义在你有多少的物质生活 像我们在台湾跟非洲那些部落的百姓 谁过得比较快乐 各位你觉得这个是没有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我们只能说我们有手机 我们有电脑 我们有网路 还有说我们过得很快乐 这真的是快乐 你真的比非洲部落的年轻人 他们每一天都要日出而习 做日落而习 才来的快乐吗 所以说富有跟贫穷 真的有时候真的是一体两面 不代表有钱 有Dollar 你就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这个有时候这是一个误区 然后这个时间从六个国地方来看 缅甸是1824年被英国强行的进行第一次的英勉战争 到1946年翁山将军 也就是翁山书记的爸爸出任了缅甸的总理 然后同年就被人家暗杀掉了 同年被暗杀掉了 到1948年缅甸彻底的脱离了英国统治 成立了缅甸共和国 军政府就一党独大直到现在 缅甸大部分实质的权力都是由军政府掌握住 直到翁山书记 他在2015年的时候 在军政府的开放已久 然后确定是说 我不能把权力分享给你试试看看 看你会不会做的比我们好 翁山书记就在那个时候取得了执政权 当然他也保留了军方一定的议员数 这个是因为他们宪法的规定 军人一定要有在国家25%的席次 至此军方跟翁山书记开始共享的政权 所以说你说军政府是不是绝对是霸道的 其实在这一任军政府上面 他已经试图的 让这些民选政府来试看看 你们做的是不是真的会比较好 当然你不能影响到我的地位 这个是必然的 因为国家本来是我的 我现在让给你 当然因为他们1988年的一些架杀革命 导致的他也不得不低头一下 但是至少他愿意共享你这个机会给你了 那么直到了什么时候 直到了2021年的2月1日 翁山书记才再次的被军政府给他拿下 第三次的期许被软禁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缅甸的国父的女儿 到现在变成了又成为了阶下囚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地方 而很多人都说 尤其是台湾很多有些媒体在说 翁山书记是一个人权英雄 我们要挺他 在以前老师在年轻的时候 在台大附近 台北科技大学附近 新生高架桥上面 常常看到有人喷漆就什么 喷叫做释放翁山书记 为什么 我就不晓得他跟我们什么关系 但是年轻人 当时老师也是年轻了 你要这么想 当然是可以 但是他真的是一个人权斗士吗 真的是一个民主英雄吗 如果你认为他是 代表你可能被特定的媒体蒙蔽了你的双眼 首先 翁山书记领导的政党 的确成为了执政党 这个是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 这个是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 但是翁山书记并非总统 你要知道 虽然是共和国 翁山书记他不是总统 他在名义上面 他也不是总理 也不是什么政府的领导人 你知道吗 因为翁山书记他的丈夫是英国人 所以翁山书记真正的身份 他既不是总统也不是总理 是以国务资政的职位 在缅甸垂帘厅政 当起了皇太后 因为这个职务是专门为翁山书记设置的 在2016年以前 他上任之前是没有这个职务的 No No suit 没有的 是他要上任 为了给他一个位置 就设立出来一个不存在的职务 让他去统领这件事情 当然他的好朋友也当上了总统 因为他让他去当总统 因为他自己身份不能当 违反了宪法 你知道吗 他的老公小孩都是外国人 所以是违反了宪法 那在台湾没关系 你小孩是美国人都无所谓 好不好 那个是美国的阿公也是OK的 对不对 没问题 但是他们那边是不行的 所以是说 这个朋友上总统之后 实际上还是必须听到翁山书记的话 这首先翁山书记就没有遵守了民主制度 他身不在其位却篡夺其政 对外放话 他才是缅甸实际的领导人 民主如果没有尊重法治 那么也只是换一个人独裁而已 怎么会是他没有这个位置跟资格 你不符合缅甸宪法状况之下 你还号称你是真正的民选的领导人 那么请问民主的价值有何在 而翁山书记无论如何 他还是狭带了民主斗士 或是人权的一个灯塔 以及诺贝尔和平讲的崇高人格 去上台之后 他也自立的去经营缅甸这个国家 把他改革 希望把他做好 毕竟是民选的 有你们的旗拜 我应该做的更好 那么缅甸他从每一年在翁山书记上台之前 他的GDP占了只有7% 当然到我们民主斗士 人权英雄上台之后一定要所成长 所以是说他从7%的GDP达到了什么 达到了2% 为什么 就是下降了5%个点 叫负成长也是个成长 所以也就是说翁山书记上台之后 缅甸价值提升了 民主价值提升了 但是国家整体发展下降了 所谓的媒体自由 真的是在他的人权斗士上面真的有这一个吗 各位要知道开放在缅甸开放网路的 包含YouTube 包含了Facebook 包含了各种对外的网路的 并不是翁山书记 是缅甸的军政府于2011年就已经开放的 是他开是军政府开放的 而翁山书记上台了之后 他就对了媒体反而是有另外一种状况 反而是一种状况 是什么呢 翁山书记在2017年的时候 缅甸国内的媒体去报道翁山书记的官员 执政党贪污 然后就怎么样了 我们没有立刻平衡报道 也没有出来解释 直接把你抓起来 关进去就没有问题了 这是没有问题 没有关系的 可是为什么人家明明骂的是翁山书记 为什么军政府的军人去把这些人逮捕呢 各位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虽然他们两个不对盘 但是贪污从来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办到的事情 你知道吗 贪污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要以人民的名义 这些都是贪污都是大家一起来的 对不对 所以在翁山书记手下言论自由 只有我讲的自由 而你没有讲我的自由 这个就是所谓的民主自由在缅甸的状况 而最令人感到遗憾的 还不止这一些 而是翁山书记他在放任军政府 在2016年 在缅甸的若开邦这个地区 放任军政府 屠杀了40万的罗兴亚人 这个事情大家可能有稍微注意国际新闻的 大概都有听过 他们杀光男人 然后把女人给轮了 夺取他们家所有的财富 世界震撼 一个政府居然可以光明正大的 在2016年这个时代 剿灭了自己国家里面的40万个国民 有些朋友知道这件事情 有些人不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联合国安理会知道 美国知道 英国知道 全世界很多的政要都知道 但是当站在联合国报告的翁山书记 他否认了这件事情的发生 并且说明是这群罗兴亚人 试图的造反 而被军方怎么样和谐掉 我们谈谈 并没有这么多人被杀掉 即便是其他人权团体已经拍到的画面 一样铁证如山 说没有就没有 不然你想怎么样 这都是一场误会 没有什么毛病 40万条生命就这么样的压在了他的 两片嘴皮子底下 再也无法翻身 而缅甸国内的声浪 发生了这件事情 却没有太苛责翁山书记 你自己的国民40万被和谐掉了 你却没有任何事发生 这简直杀人越祸 你的极尽残暴之事 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 大家都很慈悲 感谢佛祖 缅甸族是缅甸最大的一个族裔 但万恶的罗兴亚人他是回教徒 所以他不是缅甸人 也是异教徒 如此一来 翁山书记在维护缅甸人的权益 佛教徒的崇高 进行了一场圣洁的种族清洗 40万条生命 在这一片片美化的网络媒体之中 被抹杀了 这个时代莫说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 都不会发生到由政府这个国家机器去消灭自己境内的异教徒 还能够被忽视的 这个最可以祸首 我们当然不能怪在沃山书记头上 因为毕竟执行的人是军政府 那些军人他们独断去做的 但是默许的却是人权斗士的沃山书记 也因此沃山书记被拔掉了联合国 被拔掉什么 联合国的一些奖章 以及什么 洛贝尔和平奖 都被搅回去了 但是还有差吗 他已经是一国之主了 他不在乎这些 而一人撤了事件之下 世界各国的政府都不再信任沃山书记 但也对他无可奈何 因为回到一开始的结论 缅甸对其他国家并没有绝对性的必要利益存在 所以公理跟正义我们可以谴责 但是我们无可奈何 因为这是他国内政 我们没有必要去消耗我们自己 去维护他人的利益 这个就是现实世界 而这次引发军事政变的一个借口 就是军政府执疑翁山书记的选举 你怎么可能全面大胜 除了我们军方的保证名额之外 几乎一席都没有拿到 怎么可能 所以这个政府所有人 然后都被军政府的人全部抓了起来 包含翁山书记跟其他的总统 那么选举到底有没有问题 老师不敢说 因为老师不在缅甸 但是可以确定的事情是 翁山书记为了操作这个民族主义 以及他自己的政党 可以绝对的取得纯粹的优势 他限制许多缅甸的地区的少数民族 在的一些城市一些盟邦 直接把你们取消了你们这个区域可以选举的资格 为什么 因为你们大部分不是缅甸人 不是说不能说不是缅甸国民 而是你不是缅族的 所以说我直接取消了你们的选举权 就像有一天如果民进党取消了什么 新北市的选举权 新北市的不能选总统是一样的意思 因为他民进党在新北市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他票章的话 他可能做这样的事 可以吗 我相信我们政府不会做这种事情 因为民进党是一个伟大的政府 对不对 所以是说他竟然直接取消了 所以说他能够获胜的区域 他都可以确保住了没有问题 只有他讨厌的军政府 确保了25席之外他其他都他胜利 而汪山书记一直想要的 就是由他掌握绝对多数的政党席次 而不仅仅只是表决优势 他要做什么 他要进行修宪 修宪要干嘛 修宪要取消宪法内对这些军人 保障的固定的席次之外 还有各项的权利 比如说缅甸的宪法是规定 国防部长或是军队的调遣 只有军方的人可以自己选出来 外国防部长以及他们自己活在一个小世界里面 这些特权这只有军方才能有 这是受宪法保护的 所以说郭杉素军他需要绝对的席次 之前他挑战过失败了 因为军方有否决权 人数没有达到他想要人数 而这一次他得到这个票数之后 他下一步就要进行修宪 你要进行修宪之前 当然你家知道你想玩什么 很简单直接把你抓起来 关在家也就没有事情了 所以说本来想成为缅甸新一代的女王的汪山苏姬 可惜他梦碎了 他又得回到被软禁数十年的家 一个军阀之女又成为了想推倒军阀的存在 尽管他是双手都已经沾满了数十万条人命的鲜血 但还是被许多的人奉为民主斗士 政治就是这么有趣 而缅甸军政府真的大事了吗 很多人这么认为 但是缅甸基本上是一个无拘于任何国家制裁的国家 应该说他已经从以前到现在都被制裁惯了 已经习惯了 多两次也没什么没什么关系了 而目前世界各地 除了英国跟美国比较大事的嚷嚷之外 大部分的国家都不想进入缅甸这次军政府政变的事情 因为你只是回到之前 翁山出去之前而已 之前也没搞出什么乱子 基本上那是你家的事情 我们就不要去管了 而且这次政变的人他不是用选票选出来的 他是军人 手上有的就是武器 你知道吗 他有的是有军火的 没有在跟谁想进入缅甸去处理事情的543 这个是没有跟你讨论这件事情的 所以说谁躺这个浑水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 而我们知道事情是什么 无力不早起 大家还是都悠着脸了 而这个事情老师为什么现在要特别提到在第一段了 因为翁山素姬这件事情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警讯 也是甩了美国一个大耳瓜子 什么民主国家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 你根本连毛肉都使不上力 还想制裁人家 你给别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援助 你也没有给他什么好处 你在跟我讲你要支持民主 那么请派军队 可是你又不敢派 连缅甸都做不了了 那么怎么办 我怎么办呢 为什么 因为所有对中国的策略 软也好 硬也好 似乎都要趕快修正他的策略 为什么 因为这个由神之子所延续下来的政策 这个如果延续下去 继续对中国实施各全方面的制裁 那么你有一天你就变得跟缅甸一样 你制裁我都习惯了 我也都适应了 所以是说怎么样 就像一只打不死的蟑螂 我想跑就跑 我想飞就飞 跟你还真的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如果一昧的制裁了中国 等中国成为了习惯 自己找到了出路 无论是晶片 或者是其他的高科技 都有取得的管道 或者是自己 无论是什么办法研发出来 哪怕是超过来都行 那么当他有的时候 未来就很难看了 这个事情不是老实在讲 美国很多高科技的业者 尤其是矽谷特别担心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科技的这个东西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的毒霸 完全没有 美国掌握一部分高科技 但是包含了河南也有一部分高科技 难道法国他造不出核弹吗 科技总是会有流动 因为人才总是会背出 苍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你没有一直永远的事情 而如果你真的把中国逼出来 他不用再求你 做这些东西之后 那么你还真的不用跟你谈 请问中国的廉价劳动力 不要说再廉价 可能还是很跟台湾比起来 可能差不多 但是他也只要美国的六分之一 再往退一点 只要美国的一半也够你喝一壶了 所以说如果在这个状况 那就不是像缅甸这种 从而小国的军事政变的事情 那么好处理了 而是中国会变成一只长了老虎的 长了翅膀的老虎 不是长老虎的翅膀 长了翅膀的老虎 跟下了深海的角龙一样 美国再也无法约束中国的存在 那么国际局面的权力的洗牌 原本再多不愁 我到处跟他借钱 我到处发钱 我完全不用怕的一个美国 到最后 如果美元失去了绝对的存在价值 那么原本在台高足的美国 你可能就要真的担心 变成下一个日不落帝国 英国以前曾经会认为自己沦为恶流国家吗 大家都觉得英国不会 因为他是一个千年老殿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在这个世界舞台上面 稍微摔了正脚 现在不就已经摔了正脚 要军事 他没军事 要科技 他也没什么科技 要钱 他钱也不够 他到底有什么 我们有骄傲 我们有英国价值 各位你说是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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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